第31届精英奖发布会 唐燕也是精英女神,她1983年出生,但她是在2016年成为的精英女神,当时只有33岁,历史上有4个1987年出生的精英女神,分别是刘亦菲,刘诗诗,赵丽颖,宋倩,如果baby成为今年的精英女神,她将和唐燕,宋倩一样在33岁当上了精英女神,并列成为史上年龄最大的精英女神,今年竟然有4个精英女神候选人,是1990年出生的。 竞争太激烈了,她们转眼间,都已经32岁了,不再是小花了,谭松韵最好的时机是2020年,当时她主演的电视剧《以佳人之名》正在湖南卫视热播,收视率很高,播放量也很高,那是谭松韵人气最高的时候,只可惜,宋倩当年也有电视剧在湖南卫视播出,而且收视率也不错, 下一站是幸福,李一彤和李沁应该都是陪跑的,她们今年没有热播电视剧,更没有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热播剧,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,吴锦言还有一点可能,因为她参加了芒果TV的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,以及主演的电视剧《上时在芒果TV》播出,鼓励娜扎和关小彤也是陪跑的, 不会在今年成为精英女神,最有可能在今年成为精英女神的是杨子,她和肖战主演的电视剧《余生》,请多指教在湖南卫视播出,她还将成为湖南卫视你好星期六的常驻嘉宾,和芒果台深度合作了,再加上杨子本身又是顶级流量,需要粉丝投票的时候,不会拖后腿,也只有baby能和她竞争一下,讨论,你觉得,谁能成为今年的精英女神?